这大家亲眼看见过 他打电话告诉我 大丰手 感应不可思议 就不能跟这些小虫结怨 所以这些小虫都有灵性 都懂得人的意思 你以善心待他 他也好心抱他 不来找麻烦 下面这一个问题 还附带三个小题 它是一个国家的昌盛和繁荣 除了个人具备一定的道德素质 和正确的价值 取向之外 个性的创造和科技进步 是否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它底下有三个问题 如果不是 那么已经离教慎行的中国 为什么多战乱 多外辱 这些科学技术 可以造福于人权 但是更重要的 是伦理道德 中国过去 苏霍聊科学技术 被外国人欺负 受了很多耻辱 这在历史上 我们能记得到的 那么现在外国的科学 很进步 技术很进步 你慢慢地看 他们现在遭遇什么困难 比中国过去遭受的这个困难的时候 要增长 倍倍都不是 这个英国 你没看到 科学技术发达到今天 科学家说 已经走到世界毁灭的边缘了 中国人不是不懂 很懂的这个道理 为什么中国人不提倡 他有他的道理 这些事情 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 你去看一看汤恩比的书 他讲得很透彻 他讲得很透彻 而且他讲到 解决二十一世纪的 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 他是需要恐懵修说 跟大臣佛法 他没有讲科学 那么他说的话 你能相信吗 这是大问题 这不是小问题 这不是几句话 能够讲得 讲得圆满的 希望你用心 好好去研究 如果是 那么在当代教育的实践当中 怎样才能将两者 有机的激活起来 如何让为政者 经注意到这些事情的 严重性和紧迫性 这个问题 严重性和紧迫性的时候 几乎大家都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为政者也看到了 现在在想方法 想不出方法 这些事情 我曾经参与 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 我从2003年开始 到今年 一共参加了十一次会议 与会的学者专家 确实令人 佩服 令人尊敬 他们真是 至死人人 都想解决问题 没法则 那我们提出 这个 汤恩比博士的 这个提示 说这个中国 孔孟修书 跟大乘佛法 真能解决吗 大家是半信半疑 那汤恩比博士说错了吗 我的看法呢 他的话没说错 我们解读他的话 有问题 今天一般提到孔孟修书 大家一定就想到 四处五经十三经 就想到这个东西 提到大乘佛法 一定就提 就想到大乘经典 华言 法华 嫩言 般若都会想到这个东西 好啊 真好啊 真能解决问题 不能普及 那为什么太深奥了 那汤恩比博士 有没有说错了 没说错 你要晓得 儒是道三个根 把这三个根普及 问题就能解决 儒家的根 弟子归 道家的根 太上感应片 佛家的根 十三一道经 都是很拨的 这些小物件 我初学佛的时候 李老师给我们选的时候 基本经教 三十种 里面就有 这个十三一道经 我们提出这些报告 大家听得很新鲜 很欢喜 可是会后 来找我谈话 说法师 这是理想 做不到 不能落实 没有信心 事处 事处事件法 里面都告诉我 信为 道远 功德 目 信心 太重要了 佛法里面 把信 摆在底了 事件法 也把信 摆在底了 无人里头 朋友有信 没有信心 什么事都不能拯救 那要为了建立信心 我们只有做实验 今天人必须看到 他才相信 所以为这一桩事情 我们才 在这个05年 实业运 开始在 安徽 卢江 汤匙 做实验 我们办了一个 传统文化中心 执实验 弟子归 就这一门东西 我们用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 12个村庄 居民 4万5千人 4万8千人 男女老少一起学 不到半年 效果 猪猪 唐恩比 所讲的话 落实了 证明 没错 很难得了 在这个06年的 10月 我们能把这一桩事情 在联合国做详细报告 还做了三天 展览 告诉联合国这些朋友们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确实能够解决 正途 能够